英国航空顾问公司Skytrax在2018年,范保罗国际航空展上,释出了2018全球航空公司。 排航榜PHEWORDSBESPAIRLINES2018,新加坡航空公司,被评为全球最佳航空公司。 卡达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名列第二、三位。 新加坡航空公司增四次夺得桂冠。 但上一次已经是十年前了,而这也终止了阿联酋航空和卡达航空的冠军梦。 此前三年,这两家公司轮流夺得全球最佳航空公司的冠军宝座。 此外,新加坡航空还在2018全球最佳头等舱, 亚洲最佳航空公司和最佳头等舱座以三个奖项类别中容易榜首。 新加坡航空 榜单前十名中 有七家是亚洲的航空公司, 其中三家是中国的航空公司。 长荣航空名列第五, 国泰航空第六, 海南航空排名第八。 中国的其他航空公司中。 中国南方航空, 排名第十四位, 比2017年的第23名前进九位。 香港航空排名第20位, 比2017年前进四位。 长荣航空连续三年获得五星级航空公司的殊荣, 同时也荣获全球最佳机场服务World's Best Transport Services, 第一名。 于全球十大最佳航空公司, WO-LDS-POP10, AI-LINES奖项。 更从2017年的第六名上升至第五名。 长荣航空总经理孙嘉明, 亲自率领部门主管前往出席领奖。 海南航空是中国内地唯一近前十名的航空公司。 这也是它第八次获得五星航空公司荣誉。 此外, 它还获得了世界最佳商务舱书适用品中国最佳航空公司, 和中国最佳航司员工三项大奖。 Spotrax主席爱德华普莱斯特德, 在为海南航空颁奖时表示, 海南航空是世界上成长最快的航空公司之一。 本次获奖是其高品质航空运营最好的见证。 海南航空不仅在航空服务领域, 走到了国际前沿。 其品牌综合实力, 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获得了全球旅客的认可。 海南航空 中国南方航空在此次排航榜中位列第14名, 排名上升9位, 首次跻身全球前20强。 此外, 中国南方航空还获得中国最佳头等舱, 和中国最佳头等舱休息是两个奖项。 香港航空蝉联四星航空公司评级, 成为亚洲十大最佳航空公司之一。 在全球排名中, 更取得了历史性进展。 首次跻身世界最佳100家航空公司前20, 较2017年提升4名。 香港航空于2017年, 成功由区域航空公司, 转型为全球航空公司。 其航线网路广泛覆盖亚太及北美地区, 近40个主要城市。 包括2017年中陆续开通温哥华、 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国际长航线。 Skytrax作为全球最具公信力和独立性的航空运输研究认证机构。 其每年举办的世界航空公司大奖, 被公认为航空业界最高荣誉之一。 该奖项评审流程透明, 运营独立, 不接受外界赞助影响。 有环球航空业的奥斯卡美誉。 Skytrax表示, 本年度的调查, 从2017年8月, 至2018年5月, 覆盖了全球335家航空公司。 有100个国家的2445万名顾客, 参加了调查其中包括350万中国顾客, 其中有效结果为2036万个。 调查内容包括地面服务人员热情度, 中转服务, 到达服务, 行李交付, 机上产品, 客舱乘务员服务等。 此榜单是Skytrax机构。 根据全球旅客满意度调查中的成绩排名, 综合评选出整体进步最快的航空公司。 反映了获奖公司的服务质量, 提升成效最明显。 -2018年, 全球最佳航空公司100强排航榜。 以上内容全文引用自商业周刊中文版。